大家好,非常欢迎大家,今天我来到了我们的DIV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,是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带来一个非常非常棒的,适合于我们去带在这个作为便当 作为我们这个便携的一个三明治的一个选择 里面呢,是非常非常的营养 然后呢,是非常适合于我们中午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吃 我们所需要的材料就是一个这种带有古物的一个小面包 然后上面呢,是有西瓜籽和南瓜籽 非常非常的美味 我们所需要的另外一个材料呢,就是我们的牛油果 我们牛油果呢,不需要一整颗,只需要一点点就够了 我们这边是另外一个红色的彩椒 之所以选择这种大的灯笼椒的话呢,是因为它的这个口感非常的棒 更偏向于我们的水果味和我们这个胡椒,还有我们的小刀 首先我们是要把我们的面包给它切成两半 把我们的牛油果从中间给它剪开来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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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摆在我们的小的面包上 然后是要给它洗干净了之后 切成条 可以把我们这个彩胶条呢 去给它贴上去 稍后给它进行一个按压 可以再把它放到我们的便当盒当中 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 抱完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 想看的赞或者是想要看到更多的视频的话呢 直接可以给我们的频道一个订阅 嗯 家里面呢也可以放上更多的水果 比如说切好的这个西红柿 或者是圣女果 或者是这种小小的西红柿 我觉得这种方法呢 非常的适合于我们小朋友 比如说要出去浇游 或者是要出去呃 待在身边 但是没有时间在家去吃早饭 或者是在家里去吃午饭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嗯非常的营养 也非常的有这种水果的这种蔬菜在里面 不要呢 跟我们一个大拇指下一个赞 一个订阅和留言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希望你能够玩的开心 看的愉快 拜拜